現在遇到的是你的家人 涉及詐騙洗錢案 只有立法委員黃捷 還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你自己有100萬的金流在裡面 請問黃捷是在質疑 銀行在進行洗錢的業務嗎 許曉鑫不要再用這一種 非常囂張把握的態度 如果你敢質疑 你就大聲的說出來 非常囂張把握的態度 這叫隨口胡鬆到處造謠 而不是用這種 好像我的就是氣焰更囂張 就可以去回避掉這樣的事實了 不要自己搞不清楚狀況 連最基本的功課都沒有做 連胡亂的寒沙攝影都沒有底線 好 持續帶來關心 國民黨立委許曉鑫 因為大姑的涉嫌洗錢詐騙的案件 還是持續延燒 那現在就被爆料說 其實她有幫忙她的婆婆 來代電了100萬元 不過現在就是網紅四朝貓 然後就質疑說為什麼沒有在財產申報的資料裡頭 有沒有看到呢 那這部分徐曉鑫有最新的回應 帶你來聽 跟我根本沒有任何的關係 而這個100萬是還給銀行的利息錢 那整個過程當中 她不是一個借貸關係 所以我的婆婆不是我的債權人 我沒有要求她還款 也沒有要求她要給付利息 所以當然沒有所謂的財產申報上要登記為債權人 中華民國的法律非常清楚 每年都有244萬的贈與家屬的額度 在這個244萬的額度裡面 也是不用負擔所謂的贈與稅的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 是兒子跟媳婦看到了婆婆遇到困難 無償的提出了100萬 讓她能夠先周轉 把借了以後逃不回來的錢 先還給銀行 請問這跟詐騙集團的金流有何關係 今天就連溫朗東自己都想下車了 溫朗東的臉書自己清楚的寫道 他也知道徐曉鑫沒有涉及洗錢 也沒有涉及詐騙 只有立法委員黃傑還搞不清楚狀況 以為有一個100萬的金流 請問黃傑是在質疑銀行在進行洗錢的業務嗎 如果你敢質疑你就大聲的說出來 不要自己搞不清楚狀況 連最基本的功課都沒有做 連胡亂的寒沙攝影都沒有底線 這不叫連連看 這叫隨口胡舟到處造謠 好可以聽到徐曉鑫是強調說 是因為是用現金來支付 而且絕對是沒有借貸的關係 所以當然在財產申報 也看不到相關的資料 不過另外可以看到的 就是因為今天民進黨立委黃傑 就說要來嗆告徐曉鑫 但是至今還在收證資料 但是徐曉鑫就繼續喊 要告趕快來告我在等你